那是谁尊重你妙啊 梦里水 红床共枕的闺蜜 裴文轩你这动作越界了 这么会摇理容沦陷了 第二世的裴文轩终于长了嘴 以终表白理容 说前真真从来都不是她的白月光 她心中爱慕的人自始至终都是公主 上一世最遗憾的就是口是心非 明明很爱却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导致夫妻俩误会越来越深 如今她要当面说出内心的想法 也希望李荣不再压抑自己的感情 姑妻坦诚相待 李荣听到这番话很是感动 但毕竟曾经有过那么多隔阂 如今还是要重新培养感情 裴文轩说那就先当闺蜜 日久见人心 可哪有闺蜜同床共枕的 裴文轩每天都睡在老婆身边 天天说一些枕边话 越来越会聊老婆了 情到深处直接抱着老婆的脸热闻 嘴上还念叨着是在报答君 嗯 这小子这么会聊 难怪李荣彻底沦陷了 期待两人后期甜甜的剧情 点关注不迷路 跟小编一起追剧吧